2012年,美籍华裔科学家洛里群和庄小薇同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都是中国神童 之前我们已经和大家介绍过了庄小薇的故事,他到美国深造后一去不归 而今天介绍的洛里群,他是庄小薇的学长,这个出生成长于中国的华人天才 为何加入美国国籍不再回来呢?本期《罪人物记》就带大家走进昔日神童洛里群的传奇人生 1966年1月,洛里群出生于上海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 父亲洛开莲是我国知名的俄语教育家,退休前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 母亲则是一位中学老师,拥有这样的父母,洛里群肯定遗传了优良的基因,也受到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1966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当时的环境下,知识分子并不受重视,甚至连高考都没有 大学老师的职业其实就和普通打工人一样 父母并没有刻意去让孩子更早地接受教育 但是家庭的环境让洛里群耳濡目染,他能时刻接受到文化的熏陶 不过小时候的洛里群并没有太大的梦想 他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了做一名公共汽车司机 因为他觉得公共汽车司机坐在驾驶座上非常威武 整个车的人都要跟着他跑 为了这个梦想,小时候的洛里群还特意跑了上海市地图 整天坐在板凳上,看着地图转弯 后来他甚至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图都给背了下来 在学校里,人们都把他称为活地图 工程民救度洛里群聊起来表示,对他受益很大 因为他目前研究的就是神经图谱,和地图好像还有那么点联系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 中国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高考也恢复了 知识分子重新被重视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梦想成为一名科学家 洛里群也有了新的任职,他也要当一位科学家 而他的第一个偶像就是中国数学家陈景润 他想要像陈景润一样成功 初中时,洛里群的成绩就在班级里非常靶尖了 他家父亲的高中为了留住他,就给他说 让他免试上高中 但是一听免试的洛里群展现了孩子的天性 他一下子放飞自我开始玩了起来 老师一看不对劲,便对洛里群进行了思想教育 并建议洛里群考中科大少年班 抱着适时的态度,洛里群答应了 就这样,在高考前的两个月 洛里群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高二年级备展高考 当时的初中只有高二,没有高三 因为我爸当年也是高中生 所以我了解,洛里群认真复习,积极备展高考 1981年,15岁的洛里群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在当时考入中科大少年班的,个个都是神童 洛里群也不例外 因为当时的中科大少年班远比清华北大难考 不过进了少年班 这些神童们要面临的是五年的大学学习 第一年主要是基础性的教育 第二年才正式选择专业 起初洛里群对物理很感兴趣 但是妈妈却建议她选择了生物 因为当时中国的物理所大多在北京 而生物所则多在上海 作为家中的独子 妈妈还是希望她学成后留在上海 离父母近一点 不过现在看来 留在了美国似乎更远了 洛里群学习生物并没有什么底子 起初她也没什么兴趣 但是上了一段时间后 她很快对生物有了感觉 因为她觉得 物理就是非常成熟的科学 至少探索的是物质 是为了解决自然世界的一切现象 但是生物却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 等着人们去发现 她非常喜欢探索新知识 寻求刺激 1985年 洛里群被中科院生化作 免试录取为研究生 1986年1月 洛里群获得了郭沫若奖学金 同年她就获得了中科院生物学硕士学位 不过当时 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们 学习生物的并不多 也可以说 中科大的生物系也很一般 并没有专业的生物系大师 一些老师也是物理系调过去的 所以在科大的洛里群 并没有学习到深入的生物知识 想要深造就必须出国 当时有个CUSBEA 它是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的英文简称 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生命科学领域 最早的国家公派留学项目 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洛里群在1986年底通过了CUSBEA 公费留学生考试 1987年 洛里群进入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生物系 攻读博士学位 这是一所名气很小的大学 可能多数人没听过 而这个大学也崇尚小班授课 以培育精英为理念 本科和研究生总人数仅在5600人左右 在美国排名在前40名左右 当时洛里群进入布兰迪斯大学后 他们班果然很小 只有5个学生 一个洛里群还有北大毕业的廖小林 其次还包括3个美国人 而廖小林自然也和洛里群 有了很多相处空间 没错 她就是她的妻子 他们的导师康庞尔德·威特教授 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女科学家 在课题上 洛里群选择从事神经科学 果蝇遗传学研究 1992年6月 洛里群获得了布兰迪斯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刚毕业的她也不知该去哪里 这时候她的好朋友 中国爱国科学家首都医科大学校长 饶毅出现了 毕业后 洛里群非常想要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做博士后研究 而当时 饶毅正好就是这所学校大学的毕业生 饶毅将洛里群带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实验室里 转了一圈 又带着她见到了饶毅 昔日的导师张玉农和叶公书教授 1992年9月 洛里群进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从事博士后研究 师从出生于中国江西的张玉农教授 并且她还申请到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基金 同为中国人 张玉农还是非常认真的带着洛里群做科研 当时她所研究的主要是果蝇神经元力的数突发育 当然这些咱们普通人也听不懂 反正就是一些对人类有极大贡献的研究 在做博士后的后期 洛里群又做了小鼠遗传学的研究 并且之后成功发表了论文 这两个研究让她收到了斯坦福大学的offer 1996年12月 洛里群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 担任助理教授 在洛里群看来 斯坦福的校园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漂亮的学校 她很幸运找到如此好的工作 1997年 洛里群获得了斯洛恩基金奖 这让她能拥有100万美元去搞研究 吸引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博士生与博士后 加入她的科研团队 就这样 自1996年12月起 洛里群开办了自己的实验室 先后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 她本人也在八年内 新生为斯坦福大学正教授 并取得终身教职 从2001年开始 洛里群每年一次 为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上课一周 2003年开始 讲课扩大到北京中科院 北大 清华等院校 直到如今 洛里群依然不辞辛劳地 奔波于祖国大地的各大院校 为祖国的科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她自己也在演讲中说到 随着国家一步步地往前走 回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你们看 饶意等一小部分人已经回来了 而且我相信 今后十年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 优秀的 前往国外留学的大陆学生 会回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 不过对于自己是否回来 她却从未提及 事实上 洛里群和夫人廖小玲结婚后 就一同获得了美国国籍 在美国定居下来 2005年3月 洛里群当选为 美国霍华德秀斯基金会研究员 2012年5月1号 洛里群和庄小威等人 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这也使得他们俩成为中科大少年班里 维尔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如今的洛里群领导着 斯坦福大学生物系规模最大的实验室 在发育神经科学研究领域 做出了重要贡献 她对于突出分支 以建立和维持神经回路领域的研究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她先后在美国科学院学报 《神经元 神经科学 基因与发展 细胞生物学 自然等世界顶尖学术刊物上 发表近120篇研究论文 在斯坦福大学待了14年了 洛里群从未想过离开这里 曾有多所包括哈佛耶鲁大学在内的名校邀请她 却都被她拒绝了 她说 我非常喜欢目前在斯坦福的工作 身边的同事 学生 博士后都非常优秀 大家合作得非常默契 其次 她已经在气候宜人的旧金山湾去安家了 她不愿意离开这里 这样看来 她对于回到中国自然也没有任何意愿了 不过像洛里群这样一去不回的科学家太多了 曾经关于是否从高材生出去 领导们有了不同的意见 但是邓小平却说 只要一小部分回来就够了 事实证明 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中国发展的快速离不开海龟门的助力 那些加入美国国际的华人科学家 在很多时候依然帮助到了中国 无论如何 也希望洛里群这样的科学家 能够认真科研 为人类事业做出贡献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组动书 能够了